好来看一个超级大乌龙的受害者 在云林这位黄系女子呢 她今天上午从嘉义坐火车 她要去抖六上班 结果呢在车上她就听到广播说 抖六到了 抖六到了 于是她下车 下车一看这根本不是抖六嘛 是抖男 那么还好她激紧呢 立刻跑回了车上 在车上她越想台铁真是太离谱 大家都在都在很生气 就是说怎么他们怎么会出这种包 搭车乌龙列车黄小姐很生气 因为她差一点就要迟到了 黄小姐搭的是一般由屏东北上 要开往七堵的自强号列车 黄小姐由嘉义上车要到抖六 十点十九分的时候经过抖男站 却广播说抖六站到了 黄小姐觉得比平常的时间还要早 看了一下电子看板 上面也显示抖六站到了 不过一下车才发现不对劲 赶紧跑回车上 这时车门马上关闭 前后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却让黄小姐饱受惊吓 她要关闭她会亮 她连亮的就很快的 门就关了 抖男站距离抖六站 虽然只有一站 但看看火车时刻表 要是黄小姐十点十九分 真的下错站 就算坐上下一班 十点三十分开往抖六的区间车 到抖六十一点零一分 根本赶不仅十一点上班 黄小姐很生气 希望台铁能出面道歉 我是跟她说通过我问对 她为什么停下来 我当然要无限电跟她查证 我这就通过 什么经验 战场研判可能是司机误认车站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乌龙 会向黄小姐道歉 并对司机惩处 只不过连驾驶都搞不清楚车站 乘客骂实在是太离谱 今天是张戴景云林采访报道